6月8日 西西蘭當局宣布 由於中共病毒感染病例已經清零 自當天午夜開始除邊境管制措施外 全國上下徹底解封 6月9日 當全球多數國家還在強調保持社交距離時 新西蘭的中共病毒似乎已經成為歷史 人們在酒吧和健身房裡 不受任何約束的休閒、健身 此外 西西蘭也成為首個允許人們在體育場 觀看職業體育比賽 而且對觀眾人數沒有限制的國家 不過 西西蘭總理阿德恩也表示 雖然目前西西蘭的疫情已經結束 但對中共病毒的防疫仍將是一項持續的工作 早在今年2月2日 西西蘭尚未出現確診病例時 阿德恩便下令禁止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 從2月下旬至今 新西蘭累計確診感染病例僅1504例 死亡22例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